红莓素软膏有激素吗 如为医生特邀专家冯一国 先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皮肤科副研究员 红莓素软膏呢 主要成分是红莓素 我自己也看过市场上 这个红莓素软膏 它的成分只有红莓素 它是一个抗生素 它里面没有激素 而且这个红莓素软膏 它的基质软膏 因此它的润泽作用比较强 如果用过的人都知道 它比较粘稠 油一些 它治疗的疾病 其实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假如说你有皮炎 或其他的往往用不成 红莓素软膏 它是一个抗炎的 杀细菌的 不能用于真菌 和一些皮炎的疾病 皮炎的疾病如果说用 也类似于保护的作用 防止激发感染的 它对皮炎的治疗作用 几乎是没有的 除外那个软膏的润泽的作用 它是一种运动的 对皮炎的炎 也是一种运动的